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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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麻煩你 你的手還流血 不如你去我家擦點藥水 至少血才走 不用了 好 我大哥比較害羞, 麻煩你 不用客氣 大浪 去哪兒坐 我可以拿家寶出來 是 藍白色地毯 頭兩個死者在身上 都有發現類似的地毯纖維 鎮定一點 稍後我找個藉口去借洗手間 有時候到處去看看 你小心點說話 千萬不要出馬腳 行了 還以為用了些膠布 來, 謝謝 謝謝 對了, 還沒拯救你們貴姓 我姓曾 那你呢?怎麼稱呼 我的名字是Vanesse 不過朋友都叫我做Van 我想洗一洗手 洗手間在哪兒? 酒店第一間就是 隨便 謝謝 曾先生, 你很熱 不如喝一杯東西 你喝甚麼? 水可以了 曾小姐 洗手間在這邊 謝謝 你的房子真的很漂亮 甚麼? 這個曾家翔 沒甚麼用 明知道你要做事 又要留著他去聽 甚麼這麼戒手 是 死者有手無名指 有一種蟲痕 相信他死之前弄傷了 這個血手之刃難道是馬荔豬嗎 你們兄妹也會這樣有興趣 學人種花嗎 我們只貪得意玩了 那你現在學人種甚麼花 現在... 我們學人種番茄 剛剛才學種的 是呀, 我們在學番茄 番茄 那我們不妨礙你了, 我們先走了 謝謝 謝謝 不用客氣 反正我都要出去買些東西 不如我送你們一程 不如我送你們一程 你在前面放下我們就行了 我們拍得沒有了 是呀, 我想前面有的士 我們自己坐的士出去就行了 這個坐的士出去很貴 不如我送你們去小巴站 不要緊的 是呀 我的電話明明沒電 真的被他耍死了 我是呀 行了, 我已經回來了 是呀 我先在前面放下你們了 你們沿著這條路 直走出去就看到小巴站了 謝謝 謝謝 剛才呀, 差點被你阿哥累死了 前不叫, 前不叫 在這麼危急的關口才來找人 幸好我夠聖莫會撿山 知道了, 走吧 走呀 走呀 停車, 你再不停車我就開車了 原來那個威尼斯呢 他這裡真的有問題 三年前呢 他老婆跟那個男人走路 他就打到他老婆內傷 之後他老婆就告他 最後就醫生證明他這裡有問題 所以就被他打了 怪不得他這麼真女人 大老爺 新發現報告出來了 是呀, 證實了威尼斯的家 廁所裡的手指血印 是屬於死者的瑪麗珠的 還有, 欺利雪芬和瑪麗珠身上 找到羊毛纖維 已經證實了跟威尼斯的家大廳 那張羊毛地址的纖維 完全吻合 照這樣看, 威尼斯的家 很可能就是頭兩個死者 遇害的第一凶案現場 他這間時裝店離洗車屋這麼近 他可能看到兩個死者 然後引他回家, 先姦後殺 殺完人之後 把師弟擺進紅白藍膠袋裡 然後把膠袋棄置家外 被他家裡種的紫花粥的花粉 竟然黏在膠袋裡 還成為了保安線索 但是第三死一趙永利的死亡地點 肯定是他自己的家 那為甚麼 找來少大麻的紅白藍膠袋 殺人這麼奇怪呢 阿大, 你別忘記他這裡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做事未必有邏輯 無論如何 他現在還沒脫離危險期 讓他清醒我們再問他 病人已經醒了 不過他本身有心臟病 這次槍傷導致血心臟病發 情況很嚴重 我看他不能支持他多久 他們有甚麼要問就盡快問 謝謝你 好, 謝謝你 我是曾家元督察 我現在來替你拿口供 你清楚我說甚麼嗎 我們在你家找到罪證 證實這隻殺馬荔豬和李雪芬的兇手 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李雪芬 是我熟客 他日距離的我始終怎麼讀 話過兩天就會移民 想和我吃頓飯 於是我就約他來我家 回到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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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聞到一種玫瑰花香味的香氣 我已經努力地抑壓著自己 想到他這麼忍耐 想到那份人感到我 只是無法忍耐 會不會忍耐我 我越看他, 越不上眼 快走 去吧 於是我就 那你為什麼要殺死馬泥豬? 那天馬泥豬離開我時裝電檔的衣服 我聞到他身上有玫瑰花香味的香水 於是我就跟蹤著他 那天晚上看到他一個人在酒吧裡出來 我就弄暈他, 讓他上車, 帶他回家 為什麼你對玫瑰花香味的香水 有這麼大的反應? 我以前的老婆最喜歡殺這隻 玫瑰花香味的香水 哪個女人搶這隻東西是很正確的 醫生, 你為什麼要殺死馬尼亞 為什麼要殺死馬尼亞 為什麼 學什麼人做偵探 你看你弄得損手爛腳回來 我們打算去探路, 怎麼知道會這麼糟糕 就是你沒想過會出事 捉賊這麼大件事 為什麼你事事不跟大哥商量一下 小唐說, 等到大哥來, 蚊子也睡著 那個人有點短短, 你記不記得 上一次他一口就指定你是兇手 這次又害得你這樣 但是如果這次沒有他, 我死定了 是呀, 人家救你的兒子 你多謝都沒有聲道罵人 是呀, 我多虧他不少 你看他把兒子弄成這樣 兒子, 你真的瘦了很多 自從Willie死了之後 你瘦了整個馬 媽, 不要說了, 好不好 爸爸, 媽, 先去睡覺 你問我, 腰鬼有事 我幫你出一出, 等他們兩個人來聊 來, 走吧 大哥, 別搞我, 讓我安靜一下 你想安靜到什麼時候 人是要面對現實的 你不會明白的 我怎麼不會明白 你以為只是你死的小女朋友 我沒有死的老婆嗎 素心死的時候 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突然說他患癌症 一個月不夠就去了 那我應該怎麼樣 是不是不工作 不上班, 不吃飯, 不睡覺 人始終要生活下去 你還顧著大叔 顧著 顧著, 但顧著怎麼有用 這個世界 別說誰沒了誰不行 放心吧, 大哥 我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我Willie很想你升職 你用心做事 升職就當是完成他的心願 我會給心理做事 進來 還沒休息嗎 睡不著 睡吧 剛才我聽到你和弟弟說話 我知道你的心還很掛著素心 掛也沒用, 都去了這麼久 你知道就好了 雖然我不是你親生媽媽 但是我希望你生活得開開心心 我沒事, 素心都死了三年 我都習慣了 沒事就最好了 好, 其實做人真的不應該想回以前的事 應該向前看, 兒子 你不是, 又來 你又知道我說什麼 你每次說向前看 都叫我雙體 不是什麼Uncle Wong的侄女 就像Auntie Chen那個兒生女 人家十一依說的 現在不流行雙體了 流行六人晚宴 單對單都不夠 還要六個人這麼尷尬 什麼這麼尷尬 你臉皮這麼厚, 怕什麼 我給了錢 尖東那間法國餐廳 我不去, 你扮男人帶我去 你真是的 就去試試看見那些人 合眼緣的就拍拖 如果不合眼緣的 就當去吃東西 去吧 不是 他們說那間法國餐廳的東西不錯 你馬上貴姓了 信真 信真, 你這邊吧 不好意思, 我遲到 謝謝 珍珊, 有什麼好笑 我個人比較樂觀 所以我經常笑, 戒不掉 玉小姐, 你的手這麼長 你彈琴一定很厲害 我不會的 珍珊, 你有笑什麼 我說笑我的手指凍 有點自卑 那你不用自卑 媽媽說男人手指凍凍的 會很黑苦內勞 是… 她怎麼知道是黑苦內勞 好, 簡直像一隻牛 任勞任怨任怨, 任以妄為 不知所謂 你這麼清楚, 你們認識嗎 我們打算盤也算是半個同事 那怎麼會這麼巧 珍珊, 你做哪一行的 我做警察的 如今說你是男子漢 難怪你這麼男人 謝謝 我真的看不出來 叫小姐MC 謝謝 because of you finished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句一句說什麼? 你不用裝作了, 正經一定要參加陸人晚宴 你們怎麼知道? 剛才有個陳小姐打電話來 說在陸人晚宴裡認識你 還留下一個聯絡電話 叫你有空回覆她 我沒有給她電話, 抄到她上來 你沒心, 人家有心就天涯海角也找你出來 說來聽聽,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漂亮爆鏡 我也不明白她 做女人應該給點矜持 看見男人這麼猴禽 當然了, 大老袁 你說男人三十一枝花 人家一過三十就爛賊了 對, 這種女人為了撕掉老姑婆這個名字 還不天天擔定鄧仔真的相看嗎? 一見像大老袁那樣英偉的男人 立刻飛身拼上去 好… 好… 你真厲害 對, 我去參加路人晚宴 你要回來搶通街嗎? 我看你誤會了 剛才真相不是說的 她只是在打電話給陳小姐 你自己帶她出來 與我無關, 我沒說過 Madam… 一個人都站在這裡, 不用做嗎? 做事… 開了就行了 大老袁, 你真是不夠成功了 當我快點會參加路人晚宴 這麼厲害的料理也不夠 你真是… 你真聰明, 我把昨晚的事都說出來了 是, 也要說一點點 你一個一個不用做嗎? 站在這裡, 做事 好… 做事… 剛才真是耳獨鼻 這次一定讓你那些男人很久唱 他們是這麼口臭的 那些人 但是, 周不時都在我背後唱 我是老姑婆 不用管他們 話說回來, 昨晚有什麼收穫? 算了, 三 我們沒有男人不是說不行 為何加了自己這麼便宜? 還有, 下次別再搞這些事 免得被人笑 被人笑是無所謂 最重要是自己開心 問心那句 你不開心的時候 想不想找一個人聊天? 你生病的時候 又想不想找一個人哄你? 又想不想在你累的時候 有個男人被肩膀捱一下 想又怎樣? 正如你所說 這個世界的好男人 全都住了小種 你又不用這麼絕望 你看今天天氣多好 陽光普照 只要你惡高的頭看一看 人生仍然充滿希望 真好, 今天坐到你順風車 可以省下四個六巴士錢 四百萬, 或者四個六 你幫阿伯 四個六可以買很多東西 可以買半斤菜, 買了豆腐 夠我和阿伯吃一頓飯 厲害 當然 爸爸, 停車 你自己就是你 我不管, 等於你先換給我 換什麼… 什麼事?爸爸 女兒, 你來得對 剛才我明明拿女皇頭的郵票 賣給她 她轉眼片就是楊之經 你說話嗎? 你說你拿金也行 你金不倒閉 什麼不倒閉 別罵的 警察 警察 Sir, 你來得對 這個人騙人的 你拉她回警署 你別胡說 你說我騙你的郵票 在哪裡見? 在哪裡見? 有沒有人見你拿郵票進去賣? 剛才這個靖茵茵 有鬼人見嗎? 那你的郵票有沒有適應? 就是普通女皇頭 有什麼適應? 那我很難幫你 那… 算了…爸爸, 我們走吧 是呀, 走吧, 伯父 跟我玩東西, 你還未夠班 你閉嘴吧 什麼? 警察大了嗎? 我現在喜歡說話, 你吹嗎? 你喜歡說話嗎? 我天天找那個房間跟你說話好不好 嚇我?我嚇大的 你儘管放馬過來, 看我疼不疼你 每個人跟我說話 救命, 警察打人… 救命 我打你?你有沒有搞錯? 我打你了 我打你了, 我們走 你忍著來, 不要再騙人了 什麼?忍著那個是你 真是越想越不抵 就像你壞人那麼壞 我就不把郵票去賣 你還好說 叫你不要到處走 你待會像上次那樣 暈了一條街頭怎麼辦 你放心吧 最近我戒口也不知道戒得多好 你看, 我的血糖正常很多 我看你早上一晚一晚很辛苦 就打算幫忙 你又是兼職嗎? 偏忠幫幾個小孩補習 我想和親友的工作補充力了 我也叫他不要你這麼辛苦 不然 女兒, 他是誰? 這位是我上司曾Sir, 他是我爸爸 我媽媽 原來曾Sir, 剛才真的謝謝… 別這麼說, 世伯, 別這麼說 你有病嗎?吃這麼多藥嗎? 是呀, 有糖尿和血壓高 你早就吃藥了, 我倒杯水給你 坐… 別客氣, 行了 曾Sir, 我女兒什麼都不認識 你真的要認真教她才行 也不是呀, 她在警署很幫忙 幫忙也不行, 她很小就擔起頭家 她讀中學的時候, 我得了這個病 還分了幾個月醫院 幸好有她 不然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爸爸, 吃飯了 謝謝 世伯, 我先走了 先吃飯吧 下次有事要做嗎? 那以後多點上來坐吧 好…一定, 再見 再見 走了 走吧, 送你出去 走吧, 看看細伯 走吧 小女兒, 曾Sir挺好人 是呀, 他對所有的伙計都很好 我看他剛才好像很關心你 他結婚了沒有 爸爸, 你想到去哪裡? 爸爸想到去哪裡有什麼所謂 你已經長大了 如果有一個好的男人要依靠 以後你就不熬得那麼辛苦 我何時說過辛苦 沒有, 免得理會你, 我進去煮飯 什麼?那條郵票給你投訴 在頭上我打他? 我還沒抓他欺詐 然後惡人才告狀 我只不過這樣就打他 那你有沒有打過人? 當然沒有, 警官 沒說最好, 你跟著我的組 我也不想你有事 他現在驗免傷了 遲些就有報告出了 很痛呀, 醫生, 可不可以用力一點? 你說那天的警察就是打你這個 是啊, 醫生, 我會不會斷了兩條肋骨 你放心吧, 如果你真的斷了兩條肋骨 還會這麼舒服坐在這裡 不是呀, 那天的警察真的打得很傷 我現在還很痛呀 那你過去做一張X-ray 阿May, 你帶他過去 你現在過來 麻煩你, 醫生 那傢伙不是吧? 他去投訴科博利 那現在怎麼樣? 我沒有打他, 怕甚麼是他投訴 大老闆, 別這麼說 這只是人渣 他既然可以投訴科博利 真不知道還會出甚麼骯髒的 對不起, 大老闆 如果不是為了我爸爸 也不會害你被人投訴 好, 關你甚麼事?我自己黑仔 對我說, 最壞就是那個壞人 如果讓我在街上見到他 我一定會打過他的 行了, 你回去等消息 謝謝你, 醫生 阿Sir, 你怎麼這麼巧? 走完 就是他耍耍嗎? 好 對了, 聰明一點 不然連你也去購買 再見 那些個案子下去這個女人手上 搞完了, 你今天真的凶多吉少 上次他以為你創他相看 這次一定公布私仇 我想Dr. Leap不是這種人 不是就最好 只不過凡是女人也是小器 你自己是女人應該最清楚 今天整天眼眉眺 一定有些事不說 對了, 你今天和王太太打牌 但是是不是全歸覆沒? 我比你差 我今天一家贏三家, 語無倫次 一定是家喬 差點你 我今天才被上司稱讚過你 沒理由的 我明白了, 家園 麻煩你了, 別這麼迷信 你當自己是生神仙嗎? 不是 家園… 你今天是不是衰到貼地? 你… 你一定眼眉眉眺, 中了 真是黑仔 你說你多壞 好的不靈, 醜的靈 究竟有甚麼事? 有個人去警察投訴科說我打他 我就是這樣 你到底有沒有出手打我? 你也多如問, 阿源怎麼會打人 他沒有打過人, 為甚麼害怕? 我不是害怕 我上一陣子得罪了個法醫 那個法醫幫那個小朋友驗 他一定公佈私仇 法醫不只是劏屍嗎? 法醫不只是劏屍 譬如有些人被人打, 被人強姦都是他驗的 總之金頭餓, 幸好 你說那個法醫是不是叫做Dr.Lip 就是Dr.Lip 你別動, 估計, 她做甚麼都怪人 我見過她, 她真好 她真好 三十多人嫁不出 每天在那個湯屍房裡 拿著那些刀剎的死屍 還變態 為甚麼你們在說 女座家聶寶爾在開讀寫大問大會 你還怪誰 鑽鑽, 你先別走 我帶了兩本書來給她簽名 但是一人只可以限簽一本 你信我找他簽名? 不, 當我求求你吧, 麻煩你 葉小姐, 你一年里面創作了這麼多本書 請問你的創作靈感是來自哪兒的 當然是來自我的生活 為了令我的生活更多姿多彩 所以我經常去到世界各地 吸收不同的新字物 來做豐富我的創作靈感 葉小姐, 你又要寫書 又要去不同的地方吸收靈感 那會不會忽略你的家庭生活呢? 很感謝這位讀者的關心 我很重視我的家庭生活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很努力地 在工作和家庭方面取得平衡 而且我很成功 我的家人沒有投訴過我 甚麼?令小姐, 你一直都是這麼成功的嗎? 不知道你這生最失敗的志是做甚麼 是不是生了一個不應該生的女兒? 對了, 令小姐, 聽說你有個女兒 對, 為甚麼你一直忽略你的目光呢? 這些私人的問題 其實不適合在這場合作答 好了, 我想今天的讀者答問大會 到現在為止了 有誰想請聶小姐拍照或簽名留念的話 請過來這邊排隊, 謝謝 俊俊… 簽名在那邊? 我都說不會找她簽名, 你生氣了 為甚麼?你好像跟她有仇感款 對了, 你怎麼知道她有個女兒 你認識她嗎? 你一定是聽說的, 我真的不認識 一月半月簽名會, 去我過來看看 別看了, 伯父寫了小說老套 到死了, 書名又造作 有沒有太責任, 走吧 小姐, 請問你有沒有鏡? 拜託你拿出來照顧自己 你今天是不是更老套, 更作壯? 好, 喂, 張樽, 等著吧 我真的不明白你 一時這麼討厭她 一時聽到人家兩人不值得 究竟有甚麼心態? 就當我是變態 總之你沒有在我面前看見她, 好嗎? 沒理由這麼巧 你也是姓聶, 他也是姓聶的 你們一定有親戚關係, 是不是? 來吧, 說好聽吧 究竟她是你誰?表姐還是表姑姑姐? 她是我媽媽, 那你換意吧 媽媽 張樽, 這麼晚了, 媽媽都花了你 我知道, 我剛才見過的 你還這麼說? 你剛才做過甚麼事 令你媽媽生氣? 我沒有做錯了甚麼? 你還說沒有? 剛才我下機就被自己的女兒 一動都沒有 還令我生你當中出醜 你說笑嗎? 我有甚麼本事弄得人家大了家 當中出醜? 人家大了家一向處理家庭和事 都是這麼成功的 我很喜歡家庭的生活 你知不知道我聽到也想吐 我現在前世欠了你嗎? 要不需要每個人都疾到行嗎? 我是你媽媽 你配上人媽媽嗎? 我有甚麼不配上你媽媽? 我生得你出, 養得你大 公書、教學 你衣食住行, 讓我哪有不贊助你? 對, 沒錯, 你是生我出來的 然後你就把我放在婆婆那裡 你自己幻有世界的幸福 你何時尽過做媽媽的責任? 我一向和婆婆和阿姨相依為名 其實我有媽媽, 等於沒有媽媽的 我知道 我一向都知道 在你心中沒有我這個媽媽的 是你把我當成一個女兒透明的 你倆母女可不可以少一人說一句? 阿俊俊, 別再氣媽媽了, 她整天生氣了 閉嘴, 現在是我們的家事 何時亂得外人插嘴? 你閉嘴, 杜恩糕算是外人嗎? 她是你媽媽的好朋友, 你要尊重她 甚麼好朋友? 甚麼好朋友睡在一張床? 我不明白 為何你認識的男人沒有好 你在說甚麼? 我說錯甚麼? 要不然你不戴眼識人 你不會生了出來的 你真是個壞女兒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殺你出來 我都說, 你終於失敗就殺了 不應該殺的女兒 俊俊, 俊俊 好了, 話說回來 那個俊俊越大越不聽話 我洗杯深茶喝酒 伯母, 我再洗一杯給你 為甚麼你們倆母隊一見面就要殺氣 晚上一個女孩子出外, 你不擔心嗎? 不用擔心 她只跟親我殺氣, 從哪裡去? 行了, 媽媽, 我會跟她談的 好, 晚安 你婆婆問你, 甚麼時候回家? 你不用勸過我, 我不會再回家 我也不明白你母女是否前世撈亂骨頭 每次見面都是吵架收場的 她竟然在那個男人面前掛我一巴掌 我以後不會再理她 以後不會再認她做媽媽 她過了很久了 你像兇多吉少 別胡說, 現在俊俊不回來了 大老闆, 檢商報告怎麼寫? 有甚麼怎麼寫? 這句話一身上有多處明顯傷痕 投訴可以徹查這件事 你怎麼搞的?你明明沒有打她 為甚麼她身上有傷痕? 就是了, 我只是這樣而已 我已經說了這個女人喝毒了 分明傷症死大老闆 不如我們找另一個醫生 跟她再染傷吧 沒用的, 她怎麼會相信我們 只相信法醫而已 大老闆, 你還是求求女人實際一點 你叫我求求她, 不用指望 一說曹操, 曹操就到了 大老闆, 別走 甚麼事?曾Sir 你看我不順眼就當面跟我說 為甚麼公報私仇冤我打人 曾Sir, 我想要搞清楚兩件事 第一, 我和你根本沒甚麼私人姻緣 第二, 我從來工作都是公事公辦 你這麼叫公事公辦? 我沒有打到那個人 你身上有多處明顯傷痕 他身上的確有傷痕 我只是具實報告而已 至於判決你有沒有打人 並不是我的工作範圍 你沒什麼再問我, 曾Sir 大老闆, 看看 這個女人有甚麼態度 不用說了, 她當然是 男人打小報告 你打算怎樣?大老闆 有甚麼怎樣?我沒有打過人心怕 你幹甚麼?做事吧 先喝茶吧 喝茶 有我一看嗎? 有我一看 回來了 對了, 最近不見曾Sir送你回來的 你還說, 曾Sir被你累死了 甚麼? 上次跟他入票人吵架 他第二天上了投訴 投訴曾Sir打他 這次曾Sir被你累死了 怎麼搞的?那個雙人騙我右票 我還沒跟他算上 他有惡人才告狀 你幹甚麼?現在 這種人不愛對他不行 曾Sir已經在你累得很煩 我拜託你幫幫他 別鬧事了, 行不行? 當時真是… 爸爸真是沒用 每次幫不了你, 只會累你 爸爸, 你又說這種事吧 總之你以後乖乖地留在家裡 多點休息 別出去鬧事就能幫到我了 好, 我的鐘火閘了 看電視別看得太晚 是不是臨睡前記得吃藥呢? 知道了 記得答應過我, 不准出去鬧事 對, 別這麼嘲笑 你真是你, 看電視別看得太晚了 你真是你, 看電視別看得太晚了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 真是你,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 你真是你 你在這裡賭我米? 難怪我最近的生意差這麼多 什麼?我有說錯嗎?你是騙人 你臭老闆是不是打笑? 你試試,我報警抓你 你最怕了嗎? 什麼事?兄弟 我是來拿醫藥費的 上次在酒吧打傷我幾個兄弟 那怎麼算? 什麼?只是你的傷嗎? 我給你打個內傷 什麼藥費我跟誰拿? 大老元… 真相大伯 原來我這傢伙的內傷 是在酒吧跟人家打得回來的 老闆竟然這麼膽子,一會來冤枉你 是呀… 總之一句話 這次好處小檔賽,爸爸聰明 懂得報警抓了那些壞人 否則大老元就麻煩了 無論如何 大老元,你還要到尋冤得雪了 你真是天有功利,告訴你 麻煩你老爸 別這麼說,這次是因他而起 總之你沒事就安心了 Madam… 我也安心了 等我不用向上頭解釋 又省了十幾份報告去保你 我也知道這件事令大家很擔心 我應該做點事 是呀… 時間都差不多,又肚子餓了 直落好不好? 好… 走… 請… 你請吧 誰行得慢,誰請吃飯 有… Pauline Sam 下班? 是呀 我們快樂時間,一起吧 不要,我倆趕時間了 你們找個開心點 那就好,再見 上次你說人家公告私仇害你 好像你不對 那我能屈能伸的,過去一聲對不起 怎麼樣? Dr.Leap,你今天穿得很漂亮 你下一個是否想問我 穿得這麼漂亮是否去雙看 沒錯,我現在就去雙看了 麻煩你不要妨礙我 我只是想說對不起而已 他找車載我的腳趾 是呀,李太太,你既然說得你 先生對得你這麼不好 你沒想過分開嗎? 相信我了 離婚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好了,今天寶貴心意的時間已經到了 希望下個星期各位姐妹 你們也打個電話進來 傾訴你們感情上的煩惱 好,請坐 謝謝 我一天叫人來幾次婚 說得說得我很累 我都不明白,人家不煩,我都說得厭 怎麼世界上那麼多癡男怨女 只不過你自己的小事也不少了 怎麼了?今天來做談判大使嗎? 找我談談談的事吧 幸好你們在這裡 怎麼了?電台有人質大地震嗎 比大地震還要緊 警察打電話來說冷血逃虎休水 在趁著獄警帶他出來做檢查的時候 挾持人質指定要見你 他來了 怎麼樣? 來了… 小姐,你知不知道我冷血逃虎休水 是不是? 我…我是完全不清楚 不過現在救人要緊 你們大家讓開一會兒 我進醫院裡了解甚麼情況 我出來和大家一起嘗嘯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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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長天,你見到聶寶爾小姐已經來了 你現在可以釋放人知道 我要和聶小姐對話 聶小姐,我很喜歡你 我常常聽你的節目 每天都看你的書 你的書人做得很好 多謝你了 這樣吧,你先放人家吧 我們慢慢再聊吧 你要我放了她嗎? 但你要先答應一個條件 甚麼? 我患了肝癌,命這麼大 死了很不值,你替我死本自主 那我就可以留名千古了 好,我回去一定仔細考慮你這個建議 你先放人家吧 你放人家的話,我去監莊探望你 我們慢慢再重場計議,好嗎 好,那我放了她 我幫你了 好,我去找她 好,我去找她 聶小姐,你怎麼去休水團 我都不找找 是要找你和她寫自卷 關於這個問題 你問我,我怎麼寫 你問她本人最清楚吧 是… 那你有沒有真的和她寫自卷 那…今天說不定的 休水團先生… 我上鏡也肥小一點 不,童真人這麼美女 是呀,寶姨,你真的打算和那個休水團寫自卷嗎 沒有啦,那個休水團殺了這麼多人 你怎麼要和她寫自卷呢 是呀,如果我是她家人 我一定會反對 那他們反對還他們的事 我本書有沒有銷售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現在還是言之過早 我也還沒決定的 反對還不然我們走去和她寫自卷 反對還不然我們走去 外面那些死者家屬 群情兇勇,簡直想拆掉電台門 我不敢從正門走進來 我從後門打算進來 Billy,其實你們現在的高層 究竟想我怎麼樣呢 我當然想你不要讓她停了 我們電台很久都沒試過這麼虛狠 你不是叫我走出去和那些死者家屬說 我決定不幫休水團寫自卷嗎 當然先別說了 無論你決定和不和休水團寫自卷 千萬不要這麼快表態 務求多搞宣傳 我們電台這個月的收聽率 能否破紀錄靠你 你放心,第二件事就是阿姐 搞宣傳 沒有阿姐認了第二,誰敢認第一 是,所以說電台每個都可以解僱 是不能動你,阿姐一個 不好意思,你怎麼樣? 你等等,寶兒,你怎麼樣? 聽眾是嗎?我是聶寶二小姐 馮先生 是 星期六也可以 好,到時見 你知不知道那個富商馮望山 他約我星期六去他別墅和他見面 你怎麼看 李方不是和休水團寫自卷這件事有關嗎 他前妻也是被休水團殺的 聶小姐 真是好夢寐請你來我家坐 是我的榮幸姐 我雖然是一個生意人 但我非常欣賞你的才華 你所寫的書我差不多本本都看過了 我可以說是你的忠實讀者 謝謝 我想這句話我不想再說了 這次我請你來,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一直以來,我很想為香港文化界做一些事 我覺得香港有很多有才華的作家 但他們懷財不如 而且有些生活得非常勞到 所以我計劃財辦一個作家基金 資助那些作家寫書 會長的職位,我想請你擔任 我? 馮先生,你真是會說笑,我哪有資格 我絕對不是開玩笑 聶小姐,你這次廣播,而且人員也這麼好 會長的職位是非理莫屬 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好,我回去認真考慮一下你的提議 是,這樣最好 過兩天,我寫人送一份建議書給你 聶小姐 其實這次還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是不是關於我和丘水添寫自傳的事 聶小姐果然是一個聰明人 其實我太太過世了這麼久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 我真的不想她在天之靈再受到騷擾 我明白的 其實當時我只不過是為了救人 所以我才敷衍著她 至於說和丘水添寫自傳 其實我還沒決定 我希望你慎重地考慮一下 好,我考慮一下 阿Miu,你不要吃這麼多煙 你知道你對身體不好嗎? 對,無緣無故把眼髮染得又藍又紅 像個爽妹一樣 對 大姐,當然是流行的 我又沒有你們這麼厲害 可以讀過上大學了 我現在不是玩不起 就讓我玩了幾年,好嗎? 媽媽,你整天不回家 就是她不是這些豬朋狗友 在煲煙,在尿男生? 不,伯母,你誤會了 閉嘴,我警告你們兩個 以後不要騙我女兒 家長,你為何罵我的朋友? 我真的不會跟你走 我非要你跟我走,走 走呀,走呀,走呀,走呀 走呀,走呀 你怎麼樣? 我沒事,你生氣 對不起,你嚇死我了 冷凍憤怒,盼望這樣去 欺騙眼睛 請 將隻夜貓 優雅住夜省 請 將片烈火